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用两个桃子 而不是两块金子 或者是其他更贵重的东西 燕子春秋中记载 春秋时期 齐景公在位时 手下有三位勇士 分别是公孙杰 田开江 古爷子 他们三人 各个武艺高强 永利盖世 也都为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有一次 燕英经过他们三人面前 这三人没有一个人 起身搭理燕英 很不够礼貌 燕英就对齐景公说 这三人都骄横无礼 尝此下去 避之祸患 不如将他们除去 齐景公很宠幸燕英 就对燕英说 既然如此 那你就看着办吧 于是 在一次齐景公 燕晴鲁昭公的沿袭上 燕英就对齐景公禁言 袭上还余剩两枚桃子 国君何不赏赐给三位勇士 让他们三人 根据自己的功劳大小来分食呢 齐景公就批准了 公孙杰一听 仰天长叹说 燕英 侍卫智人呀 让国君依据我们的功劳大小来分食桃子 然而 桃子不够分 没分到桃子的人 就会被证明没有功劳 不是真正的勇士 于是就说 我跟随国君打猎的时候 曾搏杀过野猪与老虎 以我的功劳 没人能比得上的 说完 就上前接过一枚桃子 田开江一看 也接着说 我曾两次带兵击退过敌军 以我的功劳 更是没人能比得上的 说完 也上前接过了一枚桃子 古爷子说 我曾经跟随国君一起渡黄河 半途中从河水里突然冒出一只大猿 一口就咬住了国君马车的左边那匹马 将马匹托入到了滚滚黄河中 是我跳进波涛汹涌的黄河里 拼命杀死了大猿 才使得国君的性命转危为安 以我的功劳 才该分食桃子 你们两位又怎么能比得了 何不退还桃子呢 说完 就抽出了利剑 公孙杰与田开江听完 羞愧地说 我们俩都没你勇敢 功劳也比不上你 拿了桃子不让 就是贪婪 让了还不自杀的话 就是没有勇气的表现 于是 这两位都把桃子退还了 而拔剑自吻了 古爷子健壮就说 你们两位都死了 只有我一个人独活 这就是不仁 我出言 羞辱了你们 而自我夸耀 这就是不义 我痛恨自己的言行 不自杀的话 就是不勇 如此 我还有什么颜面 苟活于世呢 说完 也拔剑自吻了 就这样 燕英用两个桃子 杀掉三位 所谓鞠躬自傲的勇士 千百年以来 虽有很多人都为此而佩服燕英的智谋之高深 但是也有不少人 认为燕英手段之毒辣 而为三位勇士教区 回到我们的问题 燕英使用这个计策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两个桃子 而不是用两坨金子 或者是其他更贵重的东西呢 难道春秋时期 桃子还很罕见 据考古研究 六七千年前的和母渡遗址中 已经有桃河出土 先秦的典籍中 管子尚书 韩非子 山海经 吕氏春秋等 都随处可见关于桃子的记载 由此可见 桃子在当时是极平常的食品 就算是国君赏赐 哪怕当时的国君 并没有后世皇帝那样的威权 两个桃子而已 也不会因此而变得很尊贵 照理说 应该选用两个更贵重的东西 才能引起三人的争斗 其实燕英恰恰是 选择了桃子这种普通食品 才实现了这个目的 可以说 燕英对三个勇士的心理变化 是掌握的一清二楚的 当他们三人兴冲冲跑来 看见国君赏赐给他们的 只是普通的桃子的时候 他们是什么心理呢 燕子春秋是这样记载的 公孙杰仰天而探约 不受桃 是无勇也 也就是说 公孙杰当时的想法是 原来赏赐的是普通的桃子 我们要不吃 意味着我们看不上国君的赏赐 也意味着我们无功劳 非勇士 所以他就赶紧的说出了他的功劳 拿起了他的桃子 表明他有勇 内心也无比尊重国君 公孙杰拿了后 田开疆的心理就变了 当时他肯定没去考虑谷野子 他只是比较了一下 公孙杰的功劳 觉得自己的功劳比公孙杰大多了 既然公孙杰可以拿 那他肯定也可以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燕英肯定十分了解 三人的性格 知道公孙杰和田开疆是急性子 肯定会先拿 而拿了以后 事情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现在的桃子已经不是平不平凡的问题 它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成了象征 成了功劳大小的象征 明明古野子功劳最大 却因为性格沉稳 没有先去拿桃子 也就是说 最后他反而成了无勇之人 所以就当场翻脸 这才造成了 三个情同手足的好兄弟的悲剧 如果当时 燕英端出来的是金子等贵重的东西 那么 三人心里一定会掂量一下 同时把三个人的功劳都想一下 自然就知道 谁的功劳最大 谁的功劳最小 再加上 三人都情同手足 而且也不愿意做贪财之人 肯定会谦让 这样的话 燕英的计谋 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了 如果说这三位自视战功 有些巨傲 那是可以相信的 但是 如此之人 知义 知耻的三位勇士 燕英说 他们将不利于国君 为祸于齐国 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这三人之死 说到底 其实就是得罪了燕英 招了燕英的道了 后世诸葛亮与李白 在评价这件事上 也都认为他们三个 是中了禅言而死的 三人分食两桃 必有一人受辱 而 是 是可以杀 不可以辱的 这就是二桃 能杀三世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二桃 也讨厌的 这就是二桃 能杀三世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二桃 能杀三世的原因所在 能杀三世的原因所在